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个插件就是Z-Wrap Z-Wrap是一个可以把一个模型的拖部结构 比如说我这边现在有一个模型的拖部结构 映射到我们已有的一个高模上面 就是已有的一个模型上面 然后但是这个模型的拖部线可能是比较差的 我这边的话随便导入一个不线比较差的一个模型 或者是它的模型的话不线不是你想要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不线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模型 你需要用这个模型的这个拖部结构 来映射成它的一个造型 如果用这个Z-Wrap传统的Predict的话 两个物体应用相差很大 你需要相对它调形再逐步的进行Predict 这边的话我们用Z-Wrap的方式 这个插件就可以很快很准确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首先我们把这个需要的 布线的模型的话放在上面 然后你的高模或者是你布线比较差的模型放在下面 然后我们在上面这个模型 使用这个Z-Plugin这边 Start Z-Wrap点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启动以后 这边的话就是你的模型 当然最好的话前提就是两个模型 先放在比较接近的位置和大小上 不要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这个是你的拓扑模型 这边是你的高模的模型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打开同步的一个窗口 这个时候你旋转的时候 它会一起对它进行一个旋转和观察 然后这个时候很简单 我们只要需要找到我们模型上的一些关键点 比如说从这边开始 我们按相同的顺序 比如说眼角 然后上眼皮这边点1 2 3 然后这边在这个窗口里面 同样的操作 0 1 2 3 然后这边的话 你可以一次性把所有都点完 当然也可以分布的去点 两边的话数字 就是你两边的结构相同的地方 数字的顺序完全一样 然后比如说鼻子 没中 当然这个点的话 不需要点的特别多 太多的话它计算也会比较慢 然后几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这个嘴唇 然后嘴唇中间 你需要点的话也可以点一下 这边的话实际也不太需要 可以试一下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加 然后这边的话 再点一下耳朵 然后另外一只耳朵 这边的数字要一样的 先点这边和先点这边的话都可以 然后头顶这边大概定位一下 这边 OK OK 我们点大概点这么多以后 我们点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它这个窗口就可以看到它数字所对位的一个点 如果这个两个点有的地方错位太大的话 你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大关系 然后我们点一下wrap 它这个整个过程的话是自动计算的 OK 等待这个电脑的一个计算 然后这边就提示完成 然后点一下蛋 OK 这样的话很快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模型 一个 布线完全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模型 当起始的时候 如果有一部分你是不想映射的 比如说脖子的部分我是不想改变的 在最原始我们进这个 Z-Ramp之前你可以对不想改变的部分进行mask 然后再进去 它会识别到这个mask 这个就是我们Z-Ramp的一个应用 非常快的一个可以将现有托普结构 映射到其他模型的托普结构上的一个插件 在这样的行为 跑来到这边的托普结构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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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托比较多的不消化